一部没有大明星投资不足千万元的小制作影片上映三周后票房超过三亿元 电影失恋33天在震撼了201年年底国内电影市场的同时 也刷新了一项记录成为近年来国产电影投入产出比最高的一部电影 在当下票房未亡的电影市场语境中有关失恋33天的话题 从网上热议到观众的热捧灾到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最集中的话题可能就是他为什么能火得这样一塌糊涂 其实在诸多媒体与网友的分析文章中 影评人包括影迷早已从各方面给出了答案 比如关于本片上映乃至拍摄之前 其小说就在网上引起关注热议 因而造成了小说的阅读者和影片观众的叠加 目标观众并未准确 再比如创造了光滚界的概念并充分加以妙作 从而在营销上出奇制胜等等 然而这些从影片操作层面上的分析 虽然在解释影片票房奇迹上不无道理 但却很容易顾刺失笔忽略了一部电影在选材 在叙事主题刻画人物上的种种努力和探索 事实上在失恋33天这部电影中以上说到的各种因素 无疑都有独到的表现 在国产电影票房成功的为数不多的中小成本影片中 在选材上对现实的贴近几乎是这些影片共有的特征 从几年前的票房黑马疯狂的石头到前年的人在窘途 包括2011年口碑和票房都很不错的观音山 无一例外都印证了这一点 这些影片虽然题材不同表现方法各业 但都在对下生活的触摸与反应方面 显示出定的敏感度和尖锐性 从而很容易在观念上引起观众的共鸣 所谓的接地气其实就是观众期待电影能够揭示 表现当下现实生活的一种渴望 失恋33天抓住当下年轻人普遍情感不够稳定 包括相当一部分人曾经遭受过失恋痛苦的社会现象 以一种近距离直观的视角 描绘刻画了一个都市女孩在失恋33天之后 终于走出失恋的阴霾并重新收获一段爱情的故事 电影之所以较好 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在里面找着了共鸣 同时又充分利用了影像传播的特点 将这种共鸣加以放大开绝 并最终超越了一部电影 成为某种程度上的一个社会话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 现代社会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 但人们的内心却越来越空虚 越来越浮 爱情经常被当成牺牲品 失恋成为常态 失恋33天把这一现象当作叙事的着眼点 很有些批判现实的味道 导演华涛曾说 一部电影要想成功 首先就是要找一个特别本土的故事 和生活时代有关 然后再找一些是和演这个故事的演员 从失恋33天上映后 大受欢迎的结局看 影片对现实生活的迅速贴近 尤其是对年轻一代在情感方面的关注 是影片在关注度上首先揪拔的头筹 在叙事上 影片采用了一种相对线性甚或扇凡就简的方式 将故事情节几乎全部集中于失恋中的黄小仙 和她的同事王小剑身上而少有其他之慢 这样做的结果固然在剧作上稍显单薄 且反映现实的层面不够广阔和深刻 却在故事的集中于个别社会现象的揭示上有任有余 比如在黄小仙和影片中的钻石王老武依然的对手戏中 编导界为依然之口展开的对河南女孩离可爱情观的分析 既尖锐又很现实 在某种意义上 甚至可以说是对在当下婚姻格局中的某种普遍现象的有力鞭挞 此外影片大量生活化的对白也使电影妙趣横生 这其中不仅有主人攻击剧风格化的情绪表达和对生活的态度 同时也不乏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抨击和调侃 影片风格清新而不轻挑 通过一对年轻人嬉笑怒骂的爱情 折射出诸多社会现象和人生白态 在主题上失恋33天也如其叙事一样单纯为爱情而疗伤 电影虽然从失恋入手 但主题却不明都 编导把主人公从过去恋爱的二人世界中拉回单位 拉回社会 于是尽管只有33天 主人公还是走出了失恋的名埋 值得玩味的是 影片并没有过多底从道德乃至概念上去探讨爱情 质疑人生 相反无论是对路然劈腿的原因 还是影片中的那对今婚老夫妇中的老太太就修补婚烟 而对黄小仙的忠告都有些人生感悟乃至恋爱秘籍的意味 这种具体而颇巨生活化的主题阐释在国人意义贯之的一小件大和意义深刻的主题追求中显然并不多见 然而也恰恰是这种看似平常不无朴素的主题开决 才使影片别具了一种平和与亲切的感觉 事实上 影片也正式营造了诸多让人温暖的情节和细节 帮助黄小仙走出失恋的痛苦 比如老板大老王貌似凶巴巴的一顿臭骂 感谢观看